电视机前的诸位菩萨 诸位居士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来为各位来讲解 开示的是心经 在我们在讲解开示心经之前 我们先来念诵一遍心经 而后再讲解心经 摩克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生波罗密多时 照见我运皆空 度一切苦恶 色粒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诗 异父如是 色粒子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真不减 事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诗 无言耳鼻舌生意 无舌生相畏触法 无远皆 乃至无异世界 无名亦无名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即灭道 无自亦无得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度 依波罗波罗密多顾 心无怪爱 无怪爱顾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波罗密多顾 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波罗波罗密多四大神咒 四大名咒 四五上咒 四五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罗波罗密多咒 吉说咒曰 吉地 吉地 波罗吉地 波罗生吉地 菩提萨佛科 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是阐述大圣佛教的空和波罗思想的经典 又称佛说谋科 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谋科 波罗密多心经 简称波罗心经 心经 本经是大品波罗及小品波罗的十项教理 是大波罗波罗密多经 加以浓缩而后成为两百六十个字 其经文 言简易丰 博大今生 提纲气灵 指明第一异地 集中展现了波罗学的精髓 是大圣佛教 出家及在家佛教徒 日常被诵的佛经之一 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 宣说世圣地 以苦及灭道之教义 教导众生 修解脱道 灭地是涅槃 解脱道的涅槃 指苦的灭境 包括烦恼的灭境 是指有云涅槃 与五蕴灭境 得无云涅槃 第二转 般若五分别至法轮 藉由对空性的认知 说明烦恼是可以断除的 从色法到一切片至空 一切法皆无自信 第三转 善分别法轮的 维世诸经 解身秘经 卢来藏经 弥勒菩萨的相续本母经 详细说明 真心如来藏的体性 是常住不灭 吕六臣之见闻觉知 为名为之 为正乃之 具有原始本地风光 所谓智慧之德相 波勒经 及诸部波勒 为佛陀在二转波勒 五分别至法轮时所宣说 及大圣佛法中之身法 佛陀在大波勒 波罗密多经体系中 常提到波勒的重要 更譬喻 波勒为佛母 人生一切佛法 波勒 波罗密多心经 为波罗经的重点结集 波勒 波罗密多 藉由文字法义之文师修 而亲正波罗智慧 超越生死轮回 到达不生不灭的解脱境界 此处的心与意识心不同 在此是心要 或是心水之意 谋喝波罗波罗密多咒 梵文本中又称为波罗波罗密多心陀罗尼 藏文本称婆且凡母说 波罗波罗密多心要 这不称为经 在大圣佛法中 波罗波罗密多 及其经典 最为经要 所以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用六礼以和事来解释 是指叶次 波罗波罗密多既是心 心经经文结构乃是尊为舍利佛之对谈 其来源 大部分出于大波罗经第二会卷403观照品 第三至第二 即大品波罗 其印品第三 波罗波罗密多十大神咒等等 一段出于大波罗经第二会功德品 第三十二 即大品波罗 劝辞品第三十四 咒文则出于佛陀说 陀罗尼结经第三卷 波罗大新陀罗尼第十六 故心经是出自波罗经的经水 附加密咒真言 才完成现今新经的组织形态 波罗经的内涵以空性为主 大圣菩萨透过对空性修正 断除烦恼 加上福德之良的圆满 具足圆满 修正一切智 一切总智 正悟空性 能彻底断除所之障 而获得大圣的佛地 无助涅槃 即无上菩提果位 波罗波罗密多新经 即是大波罗经的心水 全部波罗的经义 皆设于此经 故名为新经 新经内涵可分为两种 显意与隐意 显意为观空正见 为龙素菩萨的中论所禅施 隐意则为现观道次第 间接显示信空所欲的有法 韦弥勒菩萨所造的现观庄园论所诠释 经文中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此一句呢 既出自该部经文 在残明五蕴 既受想形式 乃至十八戒 等等的万法 与诸法空向 是没有独立的 长存不变的自信 使乃不依不义之中道 两百多字 两百六十字的 经简 经药之经典 因此呢 波罗经系列中 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 为汉传佛教重要的经典 那么呢 对于经典的解说呢 经文的解说 佛说心经的源起 是在灵旧山中部 为诸菩萨生闻弟子所围绕 当时观之在菩萨 正在观修波罗波罗密多 专注思为观修 而造见五蕴皆空 皆自信空 大波罗经中所开示之波罗法门 是专为以发菩提心之众菩萨所宣说的 其最重要的观念是在于 以波罗空性的智慧来觉悟诸法 就是空相之实相 于经文中 行生波罗波罗密多时 是梵文呢 以此呢 名为杜托 就近 亲近彼岸的大智慧 能够去实践波罗 深深的实践波罗 所以呢 波罗是 全是新的一个妙用 上至佛 下至众生 我不由此 而成就佛道 了生死 度苦恶 论其信体 是不生不灭 为实相 论其妙用 乃是不可测量的 圆通神妙 果未为就近彼岸 那么呢 在整个六根跟六事当中呢 因为在有的世间 六根圆六成 所以呢 五蕴生起 所以六根的圆耳鼻舌生意 圆六成的色身相会触法 此为相对的世间 所以呢 因相对的一个认识 成为令六事生起 所以呢 这个六事的 掩饰 耳鼻 鼻舌 舌 身是意识呢 既生起 所以呢 是属于极起的 那么呢 真心是 无心之心 何以叫做无心之心呢 既是不起念识 而见闻觉知 能就了了 却无分别 即人不动的 此是真心 如一起了 一起的念 分别人事 而可以心不颠倒 一不足尽流浪 顿然归到无心本位 此还是真心 至于念念流浪 不觉渐渐入了迷途 此名忘心 但本体 物失 因为呢 心经呢 当中 所要就是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破除我们这个本体的概念 破除我的概念 破除我的概念 所以呢 在心经当中 所要讲述是让我们 如何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破除一切我的概念 破除五蕴 能够脱离一切五蕴之苦 心经呢 是讲述 旧近涅槃 清静境界 如何度脱苦儿 照见五蕴皆空 度脱一切苦 度脱一切苦儿 什么是苦儿 佛说有情 直取五蕴为友 不舍五蕴 爱取五蕴 为苦儿之根源 何谓照见五蕴皆空 借文字波勒 进入实修 之观照波勒 达到成就涅槃之实相波勒 以波勒离向的智慧 照五蕴皆空 达到清静即灭之涅槃 心经当中的两百六十个字 是十项 十正 十项波勒的究竟境界 语经文中 色力子 是佛的弟子的名称 即是色力佛 在声闻圣中 色力佛是智慧第一 语经文中 色不欲空 空不欲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服如是 总说色空不欲的道理 即五蕴本质为空性 五蕴皆是因缘生 无自信 无实体 不可得 根本是信空 毕竟不可得 所以呢 既色即空 色如是 受想行事 世运也如是 五蕴如是 宇宙万有 的有相 亦如是 如是八戒 十二云元 四圣地 六度 万恨 智 的等等 是无相的 一切 亦服如是 的信空 是为空性 但是凡夫只有 所以说 色不欲空 恶圣又止空 所以说 空不欲色 还有菩萨呢 未成会通不恶 所以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总是破他们的法见 唐明 法见的 也是本空 语经文中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精 不增不减 诸法是一切法 世上的人 总以 心原心 以法原法 不知 诸法本空 宪政涅槃 当下无云空 所以 不生不灭 无垢无尽 无真无减 无长无短 无是无非 无好 无坏 无来无去 超越世间的一切相对 世间的 都是因缘分别的原生 都是因缘分别的原生 这是不可得的 本是空向的 根本是因缘生 无自信 无实体 不可得 根本是生 而不可生 既不只有 亦不废有 那么呢 既一切法 离一切法 既此用 离此用 语经文中呢 空中无色 无受想 行事 无言而 鼻舌生意 无色身 相味 触法 无远界 乃至无异世界 此处的空 就是五运空 所以五运空中呢 无明色 因为五运空 所以呢 无色运 无受想 行事 无言而 鼻舌生意 无色身 相味 触法 无远界 乃至呢 无异世界 那么呢 这所谓的呢 相对的世间 是六根 言而鼻舌生意 原六成 色身相味触法 和五运生 所以呢 色受想 行事呢 为相对而有 十二路呢 再加上六世的 言而鼻舌生意 那么呢 这六世的 眼世 而是鼻舌生 身世意 是呢 共为十八戒 为相对而有的 五运六根 六成 十二路 等等 十八戒 皆是不可得 因为是原生的 无自信的 无实体的 不可得的 且涅槃当下 五运空 于经文中呢 无明 亦无明尽 乃至无劳始 亦无劳始境 涅槃当下 无明断尽 老始断尽 断除轮回 就近 处理三界 所以呢 在这个经文当中呢 无苦即灭道 苦即灭道 不得法得 成就圣道的道地 菩提撒斗 简称菩萨 是指以灯佛位的 明心菩萨 菩提撒斗的撒斗呢 亦为精进勇猛 堪以赫丹如来 家业的人 经文中呢 亦波罗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碍 亦离一切向 之波罗智慧 能够超越一切 登彼岸的缘故 正五运空 得大自在 心无 世间一切挂碍 所谓三世诸佛 即是现在佛 过去佛 未来佛 三世一切诸佛 皆一波罗波罗密多 离一切向的智慧 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故知 波罗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名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波罗波罗密多咒 即所咒语 皆地皆地 佛罗皆地 佛罗生皆地 菩提撒普贺 经文中的皆地皆地 是说 渡过渡过去 渡过去 波罗接地 是向彼岸渡过去 波罗生接地 是彼岸大家渡过去 菩提撒普贺是 速速正得菩提 所以在此奉请奉劝世人 读经要照经典 佛的开示去做 第一步能够能够求得明星的心要法门 一门深入 见到了实志向 自然般若会开 在人世上磨练心性 扫荡习气 此时有进无退 发愿直至成佛 但在此生 可见信成佛 处境习气 依文字波罗的智慧 能够深入 直观直照 依据禅法 禅修的实践 与生活中 去实践 波罗的法门 深深地去实践 观照波罗的法门 必须自作观形 即使观照波罗 启发波罗之后 见到自信 见到空信 能够令智慧大开 能够令见实相 现正涅槃 所欲实相波罗 当能够现正涅槃 永断无名 了脱生死 经文中的 两百六十个字 足以扫荡 一切的有 实践波罗 菩萨与三世佛 均不能出此范围 世尊说法 四十九年 就是点明一切 信空的道理 令一切学佛者 能够现正空信 现正涅槃 度脱一切苦恶 在生活中 在生命中 能够深深地去 了知 佛的开示 佛的智慧 在生活中 能够让我们深深地去照见 生活中的五蕴 在我们六根 接触六层的时候 五蕴已经升起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何为五蕴 什么是五蕴 那我们在 生活当中 六根圆六层 如果没有去照见 五蕴的空性 如果没有照见五蕴之空 总是会在生活当中 六根圆六层 患得患失 有得有失 那么 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 去了解 一切六根圆六层 这六四升起的五蕴 都是五蕴空的 为何五蕴空呢 因为我们知道 当六根圆六层 在生活当中 都是属于现象的生灭 那现象是生灭的 而圆现象的心呢 也是生灭的 所以呢 不论是外在的六层 内在的六根 皆为色法 而这个色法呢 在经典中说呢 色法色运是 亦坏损亦坏灭的 是无常 是变化的 是无我是不可得的 所以呢 我们要能够在生活中 去照见 色运呢 是亦坏损坏灭 不可得的 而圆这个色法的心呢 受想形式呢 也是生灭坏灭 不可得的 因为呢 色法与坏灭 而圆色运的心 又如何能够 藏有藏在呢 那当然是生灭的 是无常的 是无我的 是不可得的 所以呢 能够在生活当中 去观照 一切心 一切六根 我们所缘取的 这些五蜴呢 都是生灭不可得的 所以呢 我们能够呢 深深地去了解 去明白 佛的智慧 经典的智慧 佛的智慧呢 经典的智慧 是要我们 在生活中 去观照 在生命中 去实践 所以呢 让 佛法 的智慧 走入你的生命 让你的生命 当中 能够照见五蕴 明白五蕴 明白五蕴是空性 照见五蕴是空性 不注五蕴 就能够呢 超越世间 能够超越世间 就能够超越轮回 就能够超越一切的苦 因为 注五蕴 而有取 而有苦 那如果说呢 我们能够 不注五蕴 就能够超脱 世间一切轮回 超越世间一切 的苦 所以呢 愿一切 所有的 电视机前的 菩萨们 居士们 就能够呢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依佛的智慧去实践 能够在生活中 照见五蕴 照见五蕴皆空 就能够度一切苦恶 能够常随佛觉 能够深深的 在生活中观照 能够禅修 能够观照 生活中的 一切 六根 圆六层 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都有一切苦恶 早日成佛 常行般乐 阿弥陀佛